把他刷进去 已经开始了 老师像高山的水应该也可以想办法 满流下来不要去变汗水 但是怎么去啦 就是我们的平原的 我们的平原里面 其实有非常好的风 就是那个水败怎么样去 但是我们去 我们还是调查 这两个最艰难的地方 一个就是屏东平原 一个就是宜兰 南洋平原 是最艰难的 其他的部分 花冬重骨 原来也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看 他们讲花冬都没有缺水 因为花冬重骨的 那个水源也是非常好的 佐水溪的冲击算 也是基本上跟这个一模一样 真的比较困难的 其实是台南 台南的这个地形 比较没有办法 但其他都够很好 理论上是应该 平东高雄也太没用 所以我们今天就变成台南出水 来给我们高雄的问题 这样 好 来 来 各位晚上 那个事实上前面两位都讲得非常好 然后 我今天讲可能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标题就是说 抢救台湾水之炎 然后真的 去如何去抢救 如何去抢救 那这个事实上是 石门水库集水区的一个范围 总共有七万多公项 是所有水库里面最大的 那刚才 在鲁兄有在讲说 日本人怎么做怎么做 事实上 石门水库最早去做水利设施的是 在1914年 八点一 八点一 有去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调查 在1914年以后调查之后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验 就是石门验 然后在1928年完成 他做了一个隧道式的陶渊大券 事实上 后来国民党来了 就把它改名 改掉 就是说 这是民活几年 事实上是 在1914年的时候 八点一开始做 然后石门水库的调查 详细的调查 我当时很可惜 我买了两本书 一个是 日去时代总督府府 他对台湾声明的一个调查 然后一本是 所有 那八点一所 对台湾水资源的一个调查 所以 两本 日文的两本书 那一本八点一的那个是 两本都是总督府出的 那个是 我是在光华商场买的 发了蛮多钱去跟他买的 他不卖 我说 他不卖 对不对 后来那个八点一本的话 就被借了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借 后来 借一借就不见了 那很可惜 事实上日本人很用心的 在 在了解台湾的资源的 包括 以前我们做水利设施 在日去时代 他可能物资 比较缺乏 他们的浚沟屋的旁边以前 都是用一种 雜交流 就是用 盘水柳跟那个水色里去杂交 他没有缓 缓 缓止的能力 然后 他的根 他 杂交流的话 跟水柳的一样 就是说 你只要他的上面露出来一点点 就淹在水里面的话 你淹 两个礼拜都不会死掉 然后我们水库也很多 可是 没办法破 比沉淀值的一样 就把它挖掉了 很可惜 阿斯比利就是用那个 那个皮去萃取的 然后 我们 八点鱼当时去调查石门水库的时候 是19 20年左右 然后后来就 过了没多久 然后就 当时也去做 石门大俊的一个调查 结果后来就是发动战争以后 然后就没有钱 然后就没有去做 当时我记得 我当时看的话 就是说 他一再的提醒 一再的提醒说 这个地方 万一要去做一个水库的时候 第一 这边的地质条件非常不好 一定要去维持 他的 那个所谓的 水柳保持 跟他的直辈的王辈 所以说 日本人不是笨 他 这边的快务 最后是谁去砍 是公民党来的以后 我在 我最记得 我在 三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刚结婚 刚结婚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女儿 刚肥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朋友 开着车 然后我跟我朋友 一起去巴林 去玩 然后 一看 30分以后 赶快 那个快务 一棵一棵的倒 一棵一棵的 往山下炸 然后到最后的话 是在1994年左右 我们当时去弄西兰山 那个路都很方便 所以 随时可以把那些木头给砍下来的 然后在 十分水户脊水区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快务 包括很多的牛当 事实上是在 三十多年前 还继续在做砍拔 甚至于在1999年之后 我们跟陈一峰 还有一些防守朋友 一起去拔阻挡 就是退伍会的森林开挖处 在 西兰山的部分 枯立木 风草处处理条例 还去把它挡掉 那时候 我们也费了很多的心 然后去把它弄掉 那事实上 之前我有带 品生稻袭栈 去看过 在这种 已经干了那么久的情况之下 你在原子森林下 或是在鸳鸯骨下面的话 那个水是 散散而流的 不可能像这样子 那我们整个集水区是 我现在用一个 比较难听的一个口吻 就是一个拉丁头 如果说持续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 从 国民党跟民进党 聊的党职政之下 他们有没有兴趣 真正的要去面对 台湾的水资源 或是说 水土林之间的问题 他们要不要勇于去认知 这个 的严重性 那我目前看来的话 国民党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一个掠头式的 来到台湾 然后 持续的掠头 掠头完了他就走 可是我在 这 30年内 我看不到民进党 有那个 因为我们从小 就是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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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 然后 有那么多的法 那么多的法 整个集水区 事实上我们今天请那个 防护总工程师来这边谈的话 事实上 他是不敢去面对 因为他们所管的 水库只是管的 245加5公尺 上面就不是他管的 然后区域计划法 又是桃源县政府 跟内政部所管的 这些问题如果说不一个 去总体的去考量的话 水资源问题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我知道郑文贊 可能没有去考虑到 他现在可能也想到的是 航空城怎么去炒土地 然后怎么去做土地变更的问题 航空城有水吧 我知道 航空城当时 吴志阳跟朱立伦 你们认为是 航空城是朱立很好 跟所谓的乌志阳去弄的 事实上不是 更早 那我那边有一张相片 上面有三个人 一个是刘邦友 一个是李秀莲他哥哥 还有刚下任的一个监察委员 就在讨论航空城的问题 然后航空城的问题 它需要多少水 事实上水艺术已经很明确的 还没有什么水库之前 所以说航空城 根本就是潮土地的一个计划 根本不是 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 他说要去用 其实是差不多而已 事实上 事实上 还没有什么水库之前 就有很多很多 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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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当时最多最多的时候 有将近一万多口的碑堂 然后在1914年以后 然后八点余医区做了这一条 就是 这有很多是分 穿过这个山洞 做了桃园大军 那事实上 我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已经提醒 赖副署长 然后也跟杨署长讨论过 就是说 你们应该要赶快去做一个 所谓的那个 所有的碑堂的一个 阻止的开发行为 因为之前的 桃园的碑堂 总共有两亿多吨 两亿多立方米的一个蓄水量 现在已经被回填掉了 剩下差不多将近五千万立方米 如果一年以塞后市制来讲的话 就有两亿立方米的一个 可以再使用的 就是碑堂用水 然后这个就是包含 桃园大军跟石军 跟所有的军入之间的维护 还有它所有的那个搭牌 是要完全禁止的 如果这些不去禁止的话 就算你 有水过去 从这边水过去的话 就是全部都污染掉 那也是很可惜的 如果当时五千万立方米 在当时的碑堂里面 五千万立方米的水 可以作为二起造作的使用 当时回忽说 我们现在是在风水行 所以说我们不考虑 用那个所谓的碑堂用水 如果说当时可以去用 用作所谓的那个灌溉 对起造作 一拨的话 我们可以 桃园的话 就是污水 还可以多生五十天 可以多生五十天 可是我们现在 目前所有的碑堂是干嘛呢 一一碑堂的使用办法的话 规定它是 一 就是灌溉 可是我们现在 碑堂用水 几乎不再用于灌溉 去养鱼 那农年水利 会把它 所有的都沉租出去 呃 它需要水的话 就从这个 呃 这边抽过去以后 然后去补充它去养鱼 这个是违法 可是 你叫水利组去管他们也搞不动 因为这是隆委会 嗯 所用到的 他们所管理的 呃 这应该是要一个 统筹的一个管理去 去面对 可是我们目前 好像是没有办法去 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考量 中央政府如果说 以水利组 要来讲这个东西的话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其他人 都没有来到啦 然后第一 第一 我们这边 桃园到底有多少修根 修根面积 他修根的范围 修根的聚落是怎样子 我已经问了三个县长 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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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字牙 跟现在的正文杉 他不知道 总共有多少 事实上在根做 然后 有多少在修根 不知道 那 那 这有什么严重性呢 因为 这些菌度跟我们的血管一样 他的血管 水要到那边的话 到末端这边的话 他不可能跳要式的 可是万一我 其他的地方都修根了 只有这边十公项 需要用水去灌溉 那你可能 十公项的水 要灌溉 农田要灌溉 你可能要一千公项以上的水 才足以去把它输送到那边去 然后目前桃园石门水库的 灌溉用水的比例是55% 他一年再购量的话是10亿 然后等于是5亿5的水 要作为农业灌溉 可是农业灌溉里面的 水 真正的用到农田的 我非常请问水利库 应该水利库也不知道 我大致上去抓的话 差不多有6到7整 自让贴掉 自让贴掉 因为它 是没有 没有续化性的一个修根 它是 你欢迎他在前线 不然你就会先剪 剪下的前线 因为农田的意味 他已经拿到水泉 他的水泉又不自出 然后这些水公司的话 如果需要更多的水 你要跟他买 然后工业区需要更多的水 我也要跟他买 那就是水泉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大家的一个资产 而不是属于这些特定人 或是特定团体的一个资产 这应该有一个更高障位的一个机构 来做一个整合 否则水质源的问题根本就是 要去面对这所谓的想救水质源的问题 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看到 身边水质的运冷能果 这有一个点还有两个点 这事实上两个点就是说 已经过了之后 过了之后 然后因为没有水 所以说就修根了 然后一个点就是修根 然后可能就是在一起做 去做修根 这些问题的话 事实上我们 今年可能是第一年 因为我大致上看了这几十年的 一个所谓的气候条件的话 它会持续一年、两年、三年 到四年、到五年左右 所以说明年可能也是一个 用水很拮据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水利署可能要更辛苦一点 然后 事实上再没有水门水库 或是说很多所谓的 台湾大军跟 水门大军它的冠需之外 的农田 我们桃园的话 有分为灌区跟飞灌区 飞灌区的农田的话 几乎用很多的所谓的 河川境流水 台湾的县管河川境流水的一个水 那水量以前是蛮丰沛的 可是我们仔细来看 这几条河里面的水 不能用 从这几条河里面 几乎不敢拿去用 所以说桃园的农地被工业污染的情况 是全台湾第一名 它的污染面积是全台湾第一名 包括比彰化 比台南高雄都还未高 那是为什么 我们桃园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好像是非常 几乎是零 几乎是零 然后加上我们的违法工厂 如果你要去面对一个 所谓水资源的日益缺乏的一个问题的话 这些河川的干净 一定要是必要的一个条件 这边的水资源是 这个量是蛮大的 这些蛮大的一个水量 如果这些东西 不会去维持它的干净 我们还是说要去开发水资源 要去做一个所谓的 海底氮化 这些根本是空谈 如果说 我之前也因为说 所谓的New Water 去看过新加坡 他们去做处理 他们的要求 是包括你的工业的排放 包括民生的排放 包括农业的排放 这些的话 他们是有约束的 包括欧洲的话 这些东西 都是有一个规范 可是台湾的规范在哪里 目前是没有 然后在欧洲以前 有几条河川是好几国共用的 其中他们有去做很多的调查 包括农业工业 民生 后来他们有一个东西 肉去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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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 是环境厚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很多年轻人 就是大概十几岁以后 然后政府可能 就会发地域药给你吃 吃了以后 然后那些东西 就排放到水底里面 然后就排到共有核栓 然后下一国的 然后景国他们是很守规矩的 去做一个前置处理 然后到下游去 可是后来分育率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原来是他们去 早去研究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环境厚重的部分 就是他们去吃避蔭药 然后把这些东西排下去 然后这些是问题 我们如果说没有去重视 就是说我们要贸然去取用 所谓的再生水 或是违规水的话 会产生很大的后果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石门水库 事实上这些问题 地质条件已经非常恶劣 然后我们的淤积已经非常严重 这些问题 石门水库的成立是在 在英国数十几年的时候 然后 事实上石门水库很多人 就是 它的真正的 土地就是农业灌溉 然后光光 然后 什么 防洪 事实上骗人的 它不可能是防洪 那七百多个人骗人 那一阶段来 它就是 当然摆出去了 这个水的 就是 寻致是 石门水库的量 都不需要 最主要 石门水库的 功能 事实上是原子弹 那当时 要去做原子弹 然后旁边 这边有一个反应炉 然后反应炉 需要 大量的 大量的水去冷却 所以说 有机会 你们可以去看它反应炉 在这里要 支持石门大却 对 当这些问题 如此严苛的时候 是我们的 政府如何去面对 这一个 这个问题呢 他们还是以台团的意义 为优先 台团的意义 为优先的情况之下 这边没有各个 商业区 工业区 包括民生 也就是住宅区 大量的去做开发 这一个 我们知道这是后池 这个是什么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水利设施 可是这边是一个游戏区 我不知道 我们的政府 或是说我们的人民 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去面对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的话是目前 最近才完成的 这是一个商业区 这是一个商业区 然后这是在朱利尔时期 在通盘检讨去做的 然后 他的城乡发展局的局长 是淘宝团体的 李翁长 这是他做出来 这是他做出来 那我们继续去看下一张 这里面整个 集水区里面 这是商业区 然后这边是停车场用地 很搭一个面积的话 如果说 我们如此的面对 我们 集水区的话 你说他 有可能不去积吗 你 我们也知道 水利族每年花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一年 点多也是用运载的 有价料 无价料 点多是一百万立方平左右 然后你来看看这些开发 包括大家的那个都市计划 旅馆区 这一块是谁买的 给你猜 这一看 他是透过人口去买 这一块是谁买的 黄雪红 HTC 所以我不会拿他手机 这个也是商业区 这是停车场用地 这个字 你看看 这是很大很大的面积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 然后这边也是 这是住宅区 学校用地 商业区 这五人 这完全没有人到 这是龙法公路的另外一口 这个全部都是 当我们的水资源问题 或是说我们的气候变迁 然后我们的水库在EG的时候 我们还要花200亿左右 做两个排污隧道 一都是从浪水 一个是从大湾坪去做两个排污隧道 怎么样花200亿 就是说最主要 还是说要清淤 可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政府 如何先面对这一块 它是在我们的整个水库的旁边 这是非常陡效的 这些是非常陡效的 这个都非常陡效的 而且地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做一个这么 这么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都市计划 而且都是开发的 放得非常大 这一个的话 好像是200多公斤 那是什么时候变购 变购商业区 蛤?什么? 什么时候变购商业区 你说什么? 变购商业区 变购商业区 哦 这个牛仔的手上 两个 一例这、这成家发展区 就是朱立文 这两个 对 然后你要看 这是住宅区 这颜色 我知道未来十分水库的话 还要花多少钱去做整治 然后换这些钱就没有用 然后这一个地方的话 是江湖达 这个地方是没路上去的地方 不过来啦 他未来好像是做一个吊条过来 然后变成一个旅馆区 然后这些事实上都已经被财产所购买了 包括他这已经在 在这里面了 然后这一个河段 这一个河段是最难清的 沈利福的 不懂方式是应该最难清 这一段的话从阿姆平一直到 到小姨平这一个段落的话 它是所有河道里面目前清不到的 而且它预计的深度好像达到 多二三十米 未来这边的水位继续抬深的话 它现在好像往那前几天才进来 它距离满水位215的地方 距离还不到五公尺 所以说今年洪水一来的话 水没有办法往下跑就是往上面抬 一抬的话所有的坡面 它的植被也会被刮掉 刮掉的话上面这些 这一个是一个滑动面 它会整不下来 所以说这边有可能会有一个原材 我们看到这些是住宅区 我不知道这个要卖给谁啊 可能是要卖给中国人的一个别墅吧 这边没有人住的地方 这里有纹色的全部都是一个肚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区域计划法的问题 然后这集水区这边是在巴林附近 你看看 它原本是一个森林 我在三十年前去的时候 这边全部都是坏面 现在已经没有了 然后变成贵族林或是果树 然后这些的话 照理讲应该是天然林或坏夜林的混合带 可是全部都被开发 全部都被开发 你说不碰它 不碰它才怪 然后更可恶的是说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中央的话从 以前的零物局到现在的农委会 他们现在又去弄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 林地里面的可耕地的意义复杂 林地里面的可耕地的意义复杂 就是说这一个我这边可能有二十公尺 二十公尺里面有一个比较平的地方 我就把它切割出来 坡度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十 然后我就把它切割出来 切割出来以后农 原住民是没有能力去做耕作 他们就去租给平地人 然后大致上分成三个方 一个是柴夹方 一个是宜兰方 然后开始就是怪手进去 怪手进去以后就开始 第一年就开始把竹林森林砍掉以后 然后挖了 挖了整地以后 就开始种生姜 生姜的话是腰花生 它用很多的肥料 肥料进去以后 我们的水库 的枣花就日月圆动 我过一阵子 我敢保证 这种天气再持续下去 在五月中到六月初 我敢 我敢讲 神人水库的水 不是没有水 而是有水不能喝 那枣花的问题 枣花的问题 会非常的严重 这些 你看 这是整个 原有是应该是关闭的 现在全部都是在作弊 那我不知道我们所谓的 这些整治经费 到底要投入多少 这是整个决资 这是整个决资区里面 我们的地质条件是非常差的 是非常差的 然后我们的 對山林的尊重是不足以 然後在1914年的時候 當時在阿田一來做調查的時候 就明白的跟你講 這個地方的地址條件 這邊的山林一定要去維護 你要去做水庫的話 未來要去做水庫的話 一定要去注意這些 可是我們是反其道危險 如果說以前不知道就算了 現在還是持續如此的在 進行所謂的開發 那一方面 又要去做所謂的工程的一個維護 然後去維護所謂的水的問題 然後如果說真的沒水 我們再來去做一個 所謂的違規水或是海水淡化 然後一度水的成本 三十五塊 我不知道耶 因為這些工程 這些崩塌 我們才花掉250億 然後未來可能 每年的崩塌 每年的那個災難 我們要更投入更多的錢 這些錢 是我們口袋的錢 我們覺得很難過 可是有很多人很爽 因為還有幾個錢 如果有人把我來 我看三個錢 就看七個錢 那事實上未來持續這種 所謂的有序工程會持續去進行的 這塊的旁邊 是不是有 從這兩個斷層 太平地斷層 跟石門斷層 匯集了以後 匯集以後 就變成所謂的那個新電斷層 然後這邊的話 整個開發區裡面 地資法已經公告 地資法已經公告 這區斷層 旁邊是不得有任何的開發行為 可是我們這邊 你有空去看看 最近還在挖 好像是有一個榮譽董事長 是叫做吳婆雄的 叫做什麼基金會 還持續 持續 之前違法的開發 現在還繼續 還在繼續進行中 然後 省力組行有 有去勸誡他們 可是 陶瑜縣政府 陶瓏米中 繼續讓 放任他們 繼續 再做任何的開發 然後 陶瓶政府應該去做 你到底 修根了多少面積 農業局應該去做統計 而且 巴黎瑜在當時的 吳根頭水庫的時候 他們因為水量的溫柄 他應該去把它劃分 這一個區塊 我這個鑽樓過去 我去那個水稻的作物 然後這邊就是漢座 他就可以去把它分開的 然後我們知道的 關蓋系統 還有非常的 都是千天的條件很好的 條件之下 可是我們對這些東西 是沒有任何的作物 而且 一天一天的把它回田 一萬多口的 杯檔已經剩下了不到五千口 所有的菌露每年農委會 都有補助給農田水利會 去做維修 可是 我們之前有一個很 嚴重的一個缺失 就是我們可能就是 水利主放了五十萬噸的水 要去給大南清水塘 結果憑空就不見了二十萬噸 然後造成因為他去取用這個 這個所謂的那個 煙山電源的濁度過高的水 他沒有足夠的水去做稀釋 導致整個那個大南清水塘 搭檔機 完全沒有水 這些問題的話 事實上 如果不 不全面去考量 不無私的去面對的話 無水是農得的 無水是農得的 然後未來我們 可能我們繳的稅金 可能就要去付那些負債 然後 剛才 就趕快把他趕快 要分成時間 已經超過了 謝謝 那再來跟你這一集 心情比較頂囔 我們再花個超十分鐘 做最後的討論的話 因為真的也是非常難的 我是建議 就是 侯副總要不要 對陳剛 三個中和起來 做一點點探討 或者評論這樣 是 當然 今天很榮幸 來這邊跟大家一起討論 好問啊 嗯 事實上我今天來 準備的資料就是 我們在政策上面 目前 有些方向看 也是希望 多聽各位的意見 我們事實上 政府並不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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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守 我們 莫守成會 我想 魯老師也很清楚 事實上我們都是 我們一直在學習 因為 不同的時間 它有不同的社會環境 那時候 不同的經濟條件 就像早期 所以 反正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 它是希望 盡快一些 發展得起來 所以 在那個時間點 它是以農業為主要的 考量 所以在 另外 就是投資上面 它希望盡量能夠 減少金倍 但是它能夠 用得最多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它的水資源開發 可能是比較 就是在 地下水 就是那個時候 我記得水利局 那個時候有個專門的 專警的大隊 那時候有幾個專警 就是台塘 還有水利局 它也有專門專警 正式的編制去做專警的規劃 所以在那個時代 大概就是 首篇取用最方便的 就是首篇取用 那慢慢的進入到 這個 比較 開發期的 也就是在比較 工業進來之後 那事實上 在地下水的使用上面 因為 農業用水 它已經 基本上開始在用 所以那個時代就會慢慢 變成 就用水庫的 而且我們當初 都是美元 大概就是大陸國家 那種想法去做 比較用水 水源的開發 我們主要就是 用水庫來去裝 那而且那個時候 都是蓋在河道上面 也就是載草水庫 就是 就叫石門 針紋 這個就是說 它基水性非常大 它水只要上一下 就從 源頭開始就沖了 所以這個 淤積就會 如果這樣地質條件不好 還有一些開發的問題 它就會造成淤積 所以比較直接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水利的前輩們 他就覺得 是不是我們應該用離草 也就是說 事實上 烏山頭水庫它就是一個 離草水庫 也就是說 它主要的水源 它是 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河系 也就是像 烏山頭水庫 它就在 曾文溪那邊 它主要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水量 都從這邊 越溢 也就是它用別的流域的水 放在它自己的水庫裡面 但是這個水庫裡面 它寄的可能不大 所以它沒有太多的移居問題 像烏山頭水庫 日據時代到現在 事實上它還 一直都還在 一個蠻好用的 那些人是 水是 用抽過去還是 重力 重力 對 也就是它在上面 打個隧道下來 所以 事實上水利前輩 他們也都 所以未來 所以後續像我們 南華水庫 武丹水庫 所以後續這個比較年輕的 比如這個七八十年代以後 大概都是我們的主題前輩 都是用滅滅雨水 所以 預計問題 現在比較嚴重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剛剛講的 像曾文 石門 南華 它會主要是因為地質的關係 它那邊主要是 對 那個 因為它那個就是 就是 它的就是泥岩的部分 它容易沖刷 原則上就是 再潮水 或者是再潮水 它是主要就是 這個大氣水庫 它在大的河川上面 做的水庫 所以它這個問題 比較好 那比較後期的水庫 大概都 要我們能夠來處理 所以說 我想 台灣的水資源問題 應該這樣講 地地條件不一樣 我們就必須要 不同的方式 因為我們一直走到 這個時代 不可能回到 原來五十年代 那個時代再重新 重新來到 目前大概沒辦法 所以我們必須要 面對現實就是說 有些水庫 我們已經有了 所以我剛剛一直跟大家 我們現在正在想 浮流水 地下水 我們都應該要 要想來看怎麼用 就像屏東 剛剛老實講的 高屏 事實上 如果它的浮流水 能夠來 好好地做使用 我們現在也開始 在足夠來做 那事實上 它的水量 可以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手邊已經有了水 那我們看它怎麼配合 如果一起來用 讓這個效率發揮到最高 當然水質方面 我們也可以做互相的轉換 就像我們現在 像東港溪的水 它是比較髒的水 所以現在就專門工業用水 那未來如果服用水好的話 當然我們就希望 希望盡量能夠用民生區來取 用這種交換式的 那如果真的 還是需要不一樣的 那就是再生水 也是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部分 就剛剛 事實上 我們民生也提到 它有一些 環境和我們還有其他 我們沒有檢測出來那個東西 我們還不是非常有把握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 專門工業用水 我們希望把這個水質 水量做調整 之後要比較合理化 再做運用 那另外一個農業用水的部分 我們修科的制度 怎麼會是改善的 事實上我想 這兩年都談蠻多的 我想環境很清楚 我們希望跟農業水部分 去做一些 使用上面的一些調解 那它也有一些用意 可以讓它把這個水 釋放出來 去給民生 工業來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來 所以說 現在目前的藥 我想是應該是多元化的 去來做 但是 我想現在 至少以水域主來講 我們是open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各種我們都希望 去認真的去面對 然後去面對它 來做不一樣的配號 看看每個區域 就像平頭 它可能是地下水的主要 那不夠的 再用其他 但是有些不可 就是剛剛老實講 像台南 像你這個 這個 這個 苗林 它可能是沿海 就是可以 做 有些地下有流水的群 但是它可能 比較靠山的那邊 還是需要一些地標水 能做處 就像桃園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它有不一樣的藥 我想 這個水資源 未來面對的部分 開園 結合都來做 但是這個要什麼方式 應該我們跟大家一起來想 什麼地方適合哪一種方式 來做處理 我想這個是可以溝通的 我想政策上是直接可以 那另外剛剛林兄所提的那個部分 平常講 他也說出我的難處 就是說 就我水庫管理單位 我們現在事實上 我們盡力在做 但是有些希望 還是要各部門 一起來處理 但是我覺得 民間的監督絕對是有效的 就像我們在石頭水庫一樣 民間的力度監督來增加這個力度 事實上在地方政府 或中央單位 我們都會 事實上一定有效果 我想大概 做個簡單的這樣 黃副部 我想 現在還是讓各位 請問 其實 我其實當然今天很抱歉 我就是說 想要把更多的東西跟大家講 占用 雖然我覺得那個時間應該是值得 但是我總覺得 因為那個東西還講不完 還有很多東西 包括怎麼減少漏水 這個 我這邊還有很多資料 但是我想 這樣子就是說 我當然跟水利署來 我們的合作 甚至於互動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於在這個過程當中 前兩年 我們為了這個不流水 我們幫他做了一個公民的差異 但是公民差異 其實不是說去跟他們在聊 就是跟那個反對的人 然後去游車 反而不是 我們真正獲得的收穫 其實是跟他們水利 就南水局的員工 怎麼樣帶領他們 我們來一起合作 來做一些討論模式 就是說到現在 可能我們 我們從小所接受的這種訓練 我們問這些水利的人 什麼叫新制圖 很多人都不懂 就不懂 我們怎麼去討論一個議題 通常都是 就是研究單位 研究最後審查這些東西 後來我們覺得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他們所有的科 就找來 用一張圖 大家來去策略 去問題一直延伸 最後我們才真正 今天我做的這個資料 其實說實在 是大家一同的接近 就慢慢讓大家都清楚 到底那個浮流水的 關鍵技術在哪 是在那個管子 那個透水的 每秒鐘透0.5公分 甚至不要超過1公分 那這個人家的技術 類似的討論 甚至於都人日本的專家 都一起來 人日本是要來幫他要追蹤這個 結果他有點不爽 但是他還是就是認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跟他阿沙里 我們請他吃飯 他國賓請他吃很好的 他就是 那個我覺得日本他還算不錯 他們就告訴你這個的官員 他把一些資料 我們韓國 我們怎麼樣去跟人家寡諾 然後開始來去了解這個 這個整個過程其實是 我都覺得我應該要把它強加紀錄 這幾年我很坦白的 我很自豪地講 我們的進步是很大 我們在這個區塊的學期是很大 那是因為討論的方法 當然我也用這樣的東西 我們到了我現在的公部門 我前段日子為了 屏東的養豬 怎麼去解決這個養豬的這個方式 那個是非常複雜的 多元的方法 我們也透過這個 把幾個專家 學者 曾經有 甚至於做錯誤 甚至於他都是 影響這個政策錯誤的人 我們通通找 通通 他們也有很多的經驗 然後我們 在這個 用一個上文的時間 談了這個大概幾個策略 怎麼樣的人用什麼方法解決 台糖要怎麼方法解決 什麼方法解決 我覺得像這種討論模式 因為我正好來到這邊 有沒有辦法 我其實還是希望說 最近 我們還是要幫水利署 在南水局的部分 來再談另外一些工作上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都很少 在台灣 我這幾年 我們在做這種公民的 就是討論方式 這個討論方式 我們這次在318的學院的外面 大家都叫我做 但是坦白 在我們這個年紀 是沒有學的 沒有學的 我也只有這幾年 才知道用什麼 新制圖的方式 來討論問題 我們才知道 什麼叫參與式的民主 但是以前 我當老師 我是非常 汗圓的 我現在 我退休了3年 就是我們的學生 我們在座的人 多少人 在讀書的過程當中 好好開過一次班會 我們都沒有開過班會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討論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 那個問題 所以動不動 就是要相信 就是 很多人的意見很難在裡面 不要說這個